最近小甜甜因为公事被派去了某地出差一周 刚一下飞机小甜甜就激动了起来 哇 好大的雾啊 好壮观呀 妈呀 我简直在先进呀 这一激动被旁边的大妈鄙视得半死 傻孩子没见过埋吗 这是埋 不是雾 作为长期生活在埋下的睡生活着的大妈 头头是道向小甜甜科普了起来 我们平时老是会说 雾埋 雾埋 以为雾和埋就是一体的 其实雾跟埋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通过水含量来区分雾和埋 雾主要是由水汽组成 埋则由包含PM2.5在内的大量颗粒物漂浮在空气中形成 水分含量达到90%以上的叫雾 水分含量低于80%的叫埋 80%至90%之间的是雾和埋的混合物 但主要成分是埋 如果你不好判断 最直接的就是从能见度来区分 如果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降低到1000米以内 就是雾 水平能见度在1000米至10千米的 称为青雾或埋 如果你还是不能区分 最笨的办法就是看颜色了 雾的颜色是乳白色 青白色或纯白色 埋则是黄色 橙灰色 雾的边界很清晰 过了雾区可能就是晴空万里 但是埋则与周边环境边界不明显 小甜甜恶狠狠地吸了一口埋 还是咱深圳的好蛙 现在这里雾霾这么严重 我还要度过整整七天 哦 都可以 雷花天气知道大家抗霾不容易 这就线上抗霾小贴士 戴口罩少出门 外出戴口罩 归来勤清洗 关门窗 净空气 污染少时开窗换气 空气净化器用起来 多吃菜 多吃鱼 多吃新鲜果蔬 尝试清费食物 看老幼及时制 老人儿童少外出 如有病及时治疗 勤喝水 莫熬夜 增加抵抗能力 保持身体健康 关注雷花天气 愿世上再无霾 老板 同层 公开 最大的